这里装饰清爽可爱 大厅宽敞明亮 外面还有喷泉草地 春天樱花盛开 平时池塘里还有大鲤鱼游来游去 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 很向往的地方 想去玩一玩 可是那些必须来这里的人 都在想 如果可能的话 不来这里多好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是疑难重症患者 才能来的儿童医院 来这里治疗的儿童 是经过各地区医院介绍过来的 都是被诊断出有疑难重症的儿童 大家想想 来这里治疗的儿童 和家属是怎样的心情呢 也许正因为如此 这个医院在当初设计建设的时候 就考虑到患者和家属的心情 特意添加了这甜美的花束 惬意的草地喷泉 让不得不来到这里的人们 有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 哪怕一时也好 可以忘记病痛的缠绕 舒缓心情 在与病痛抗争时 怀着对美好的生活的憧憬和希望 而更加努力吧 我是生活点滴 关注我 为你介绍更多日本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